哈囉大家好,我是紅大雞 年度面膜軍團特輯來啦! 那我先說為何我之前把這個特輯停掉 原因就是因為啊 每次這個年度面膜軍團紋啊 面膜款式都很多 然後一款面膜要敷好幾片才知道它的效果 其實每個保養品都是一樣的 不像是彩妝品 可能你用了立即當下就知道大概的效果如何 但是保養品不一樣 才想說把這個特輯停掉 那為何我又要回歸呢? 原因就是因為啊 這段期間,因為我差不多停了三年嘛 一直會有網友問我說 為何年度面膜軍團紋不見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想了蠻久的時間 決定呢,在今年回歸 好,那我先說年度面膜軍團特輯的遊戲規則 這個特輯呢 總共會有一篇部落格文章 裡面是這次所有的面膜心得文 然後呢,還會有一支影片 是公佈前三名的影片 也就是這支影片 每次年度面膜軍團特輯啊 都是我上一年所敷的所有的面膜心得統整 這些面膜呢 以往我都沒有在文章裡面 或是影片裡面 或是貼文裡面曝光過 所以每一次的年度面膜軍團特輯 裡面的面膜呢 都不會跟之前的重複到 那這支影片前三名的部分呢 我會依照我自己的需求 跟膚況去做決定這樣子 去做排名 所以你們看完這支前三名的影片 要記得去看文章統整 之前就有網友說 看幾十款的面膜心得分享很累 不如直接看前三名最快這樣子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每個人的膚況啊 跟需求不同 所以其實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這支前三名的影片 還是要去看文章 然後去找到最適合你的面膜 而且啊 這些心得啊 這幾十款的面膜心得啊 是真的用了非常非常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心力去統整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 這次啊 我不會把什麼保濕度啊 柔嫩度啊 這些拿去做評分這樣子 因為啊 其實每一款面膜的 標榜的效果不同嘛 所以其實我覺得 用這樣子的分數去評斷啊 我覺得有點不太公平 那我之前都有做 那我之後就覺得 還是把它拿掉好了這樣 所以這次呢 就沒有這個分數評分的部分 好 那你們記得看完影片 去看文章 看完文章 記得來看影片 那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吧 我先從第三名開始公佈 第三名呢 是這一款 Natural Republic的 蝸牛容易水凝膠面膜 這款呢 其實是 Natural Republic的常態款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他這一個啊 包裝好像有做一些小改版 就是變得比較正方形的 這款呢 是標榜保濕水嫩修護 跟鎮定 標榜添加 鍋牛黏液過濾霧 然後還有有機綠茶水等等的 那這款呢 它的精華液是偏稠的 面膜只是屬於厚的 服貼度好 然後黏的也蠻牢的 附上後啊 會有一個小小刺刺的感覺 但是不會受不了 是一個小小的感覺 然後他們過了一分鐘呢 就沒了 然後我原本以為啊 這個狀況可能是 因為我的肌膚比較乾 因為我洗完臉 就直接敷上嘛 因為比較乾的關係 所以才會有這個刺刺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是 因為我每次敷這一款啊 都有這個小小刺刺的感覺 這款敷10到15分鐘 就可以拿下來了 所以如果你是比較趕時間的人呢 敷10分鐘就可以拿下來了 我覺得這一點呢 還不錯 敷後呢 是呈現一個 保濕、微滋潤、微潤著 明亮的狀態 然後它是走一個微滋潤的路線 我覺得有點像是 精華乳面膜敷厚的那種感覺 但是又不會像精華乳面膜敷起來 這麼的強效 然後 因為精華乳面膜啊 敷起來會有一個悶感 它敷起來呢 不會有那個悶感 剛撕下來的時候 我的肌膚會呈現一個微泛紅的狀態 那這個微泛紅呢 不會刺也不會癢也不會腫 把它就是一個微紅的狀態就對了 但是這個狀態呢 過一下就沒了 因為這款精華液 它的質地是偏厚的嘛 那我有一次在敷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長痘痘的 那我敷完之後呢 痘痘也沒有變得更嚴重 所以這點呢 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可以加分 而且可以加很多分 因為很多這種有帶滋潤度的啊 敷起來呢 其實都會讓痘痘變得比較嚴重啦 對我來講 但是這款呢 是不會的 敷後的一到兩個小時啊 保濕度跟亮白度啊 維持的還不錯 那滋潤度的部分呢 是有下降 但是肌膚還是呈現一個保濕的狀態 那表層呢 就會變得比較清爽 隔天起床的肌膚狀態啊 很棒 肌膚呢 是呈現一個保濕 然後 有出油 但是不是那種爆油的狀態 不是那種曝光的狀態 是一個自然的油光 然後肌膚啊 摸起來啊 會有一個微柔嫩感 不是乾巴巴的那種 肌膚是帶有明亮度的 而且膚色是均勻的 整體的膚況呢 是看起來很棒的 我覺得這款的持久度啊 表現得還不錯 再來呢 膚多片呢 我有發現我的肌膚比較穩定 穩定度有提升 而且有明顯的感受到 再來呢 就是膚色均勻度跟明亮度也有提升 然後痘印呢 跟一些暗沉的部分呢 也有變得比較好 整體的膚質啊 都有微提升 這款呢 我敷起來真的還蠻有感的 我還蠻喜歡的 只是呢 我覺得它的缺點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剛敷上去的時候呢 會有一點小刺感 然後再來就是敷後呢 會有一點泛紅的感覺 但是一下就消逝了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性肌膚的人 或是酒造肌膚的人呢 這款呢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個人呢 是有酒造性肌膚 那我敷起來呢 是OK的 只是剛敷後 會有一個小泛紅的感覺啦 那一下就單調 如果你不會care這一點的話呢 這款呢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這一片啊 差不多是二十幾元 有時候要特價呢 會更便宜 所以以這個二十幾元的價格呢 有這個效果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棒的 再來呢 其實我覺得它很適合 秋冬冷天氣的時候使用 除了敏感性肌膚 包括酒造型肌膚 其他性的肌膚呢 我都覺得蠻適合的 以及如果你是敷礦最近不穩定的人呢 也很適合敷它 我把它放在第三名的原因呢 是因為它的價格真的是還蠻便宜的 再來呢 它帶給我的效果是真的很有感 然後是有改善的效果 再來第二名是這款 MITOMO的江戶藝技歌舞技服飾惠面膜 這款呢 是玻尿酸款的 那這個系列的面膜啊 好像真的是蠻有名的 這款呢 是主打保濕 然後它的面膜紙的厚度呢 是適中 它的面膜紙啊 在邊角的部分呢 都有做剪裁的設計 所以它服貼度很好 面膜剛拿出來的時候呢 會小滴幾滴 但它不是那種狂滴的 所以這點呢 我覺得還好 敷上去的時候呢 是很舒服的感覺 但是敷到中間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刺氧感 只有一點點而已 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程度 那過了一下子呢 就沒有這種感覺了 會有一個滿滿的水潤感 就是你的肌膚 可以感受到水分很夠的那種感覺 水潤潤的感覺 然後這款啊 其實是要敷20到30分鐘的 我覺得時間有點長 這點呢 是真的有點小扣分 肌膚後呢 是呈現一個高保濕 潤澤光澤的狀態 然後肌膚摸起來呢 會有一個細緻度跟微柔嫩度 然後帶有微明亮感 它的保濕度非常的高 會有一個飽滿感 你觸摸起來呢 會有一個飽滿感 你的肌膚看起來呢 也會有一個飽滿感 然後這個系列啊 最主打的就是 紫草跟這個成分嘛 那這個成分呢 我去查了一下 是對泛紅有幫助的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的部分啦 那泛紅這個部分呢 我就拿出來說一下 因為泛紅這個部分 在我身上是沒有感受到的 它拿下來的時候呢 這款撕下來的時候呢 肌膚有些地方 是呈現一個微泛紅的狀態 雖然說一下子就沒了 但是對於泛紅的這個部分呢 是沒有幫助到的 副後差不多兩個小時之後呢 明亮度是下降至沒有感覺 然後再來呢 細緻度也有下降 但是是感受得到的 光澤度跟柔嫩度啊 有下降一點 但是還是很有感的 保濕度是保濕最好的 那隔天起床之後呢 肌膚是呈現一個微保濕的狀態 然後是一個油水平衡的狀態 整體的狀態呢 是表現得很好的 而且是帶有柔嫩度跟細緻度的喔 你手觸摸也可以感受得到的 整個肌膚的狀態還是很棒的 這款的持久度啊 真的表現得很好 敷多片之後呢 有感受到肌膚的穩定度有提升 然後保濕儲水度也有提升 再來呢 就是細緻度跟柔嫩度也有微提升 整個膚質呢 都有感覺提升 除了美白這個部分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標榜美白嘛 那這點是很合理的 它是敷起來很有感的面膜 它不像是有些面膜敷後呢 只是立即當下的感覺 就敷後的感覺而已 它不是 它是讓你感受到精華液真的有吸進肌膚 然後肌膚有提升的感覺 那它的缺點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有小刺感 剛開始敷的時候會有小刺感 但是之後就沒了 然後敷後呢 會有一個泛紅感 那這個泛紅感呢 過一下就消失了 然後再來呢 其實我覺得它敷20到30分鐘 這一點呢 算是一個小缺點 這三點缺點 其他呢 我都覺得表現得很棒 然後再來呢 這款我覺得比較適合 冬天的時候 還有冷天氣的時候敷 再來呢 就是乾性肌膚 除了敏感性肌膚 其他性肌膚呢 我覺得也很適合 但是呢 在冬天敷會比較適合 這樣子 乾性肌膚呢 在全季呢 都可以使用 就是春夏秋冬 各季都可以使用 我把它放在第二名的原因呢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它的價格很合理 它一片呢 差不多是30元到50元之間 那有折扣的話 就沒有算在內這樣子 因為日本的面膜啊 日本的保養品啊 都是 價格不是這麼的一定啊 都是有一個range在的 所以差不多是30元到50元台幣之間 這樣子 那以這樣子的價格去 買到這個面膜 用到這個面膜啊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值得 它帶給我很明顯的感受 所以這款呢 其實我真的還蠻推薦的 再來要公布第一名啦 第一名就是這款 Toni Moly的 Data Le G的 彈力面膜 然後是橘色的這一款 那這款呢 是主打加強彈力 皺紋跟健康肌膚 然後是走比較抗老路線的 標榜添加膠原蛋白 跟四種維他命 還有印度東方素質 提取物跟銀杏液提取物等等的 這款面膜紙啊很薄 然後吸滿了滿滿的精華液 真的是滿到不能再滿的那種程度 精華液啊 屬於那種微酬的質地 所以是不會低的 再來呢 就是它的面膜啊 非常的服貼 它是可以很緊密的貼著 它的面膜紙啊 是真的很厲害 我剛敷到的時候啊 是真的有嚇到 然後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它是用100%的天然纖維面膜 敷上去啊 真的很柔和 完全沒有那種粗糙感 親膚性很高 它完全沒有面膜的那種粗感 這點呢 真的是可以大讚一下 可以感受到滿滿的水潤感 它那個水潤度啊 真的很高 可以讓你感受到這片面膜啊 是真的很保濕的那種水潤度 這款的香精味啊 很明顯 所以如果你是對香精過敏的人呢 這點呢 你要注意一下 然後它的香精味啊 不會不好聞 但是也不會好聞 反正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 然後我也形容不出來 它是什麼香味 反正就是一個 香精味這樣子 敷的過程中啊 很舒服 因為它就水潤潤的嘛 然後它是敷10到20分鐘就可以取下 所以也算是不錯的 雖然說它的中間潤距有點長 10到20分鐘 但如果你很感的話呢 你也可以敷10分鐘 然後我都是敷20分鐘 那敷到20分鐘拿下來的時候呢 面膜還是很水潤 這點呢 還滿加分的 取下面膜的時候呢 肌膚是呈現一個滿滿的水潤感 滿滿的透亮感 整張肌膚水潤光澤 而且還帶有亮白感 重點呢 還帶有彈性 精華液吸收之後啊 亮白度跟透亮度會下降 吸收之後呢 肌膚呈現一個保濕滋潤保水的狀態 帶有明顯的光澤感 然後手觸摸呢 會有一個澎潤感 然後表層呢 是呈現一個微黏的狀態 但是不會不舒服 但也不會悶 隔天起床啊 肌膚的保濕度跟光澤度啊 還可以感受得到 肌膚呈現一個油水平和的狀態 不是大爆油的狀態 那透亮度跟亮白度這個部分呢 已經下降至五感 敷了多片之後呢 我可以感受到我的肌膚 穩定度跟保水度都有提升 肌膚的彈力呢 也有稍微的提升一點點 整體的狀態還是真的很棒 然後可以感受到我的肌膚啊 變得更健康 它就可以讓我感受到我的肌膚啊 整體的狀態都有提升 除了美白這個部分沒有 它本來這不是標榜美白嗎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合理的 它跟第二名呢 都表現得非常的好 如果滿分是五分的話 我私心的評分一下 如果滿分是五分的話呢 這一款跟上一款呢 它的分數呢可以落到四到四點五分 這之間 它的保濕度呢 跟上一款的保濕度是真的很高 而且保濕度都那麼高 我敷起來沒有長痘痘 這點呢是真的可以大加分 持久度也表現得很好 然後這款呢 比較適合秋冬的時候敷 還有乾性肌膚的人使用 其他性肌膚要使用也可以 但是呢 我會比較建議在秋冬的時候使用 為何我會給這片第一名呢 原因就是因為它的效果啊 很平均 而且是高的很平均 同時我又很追求光澤度 我跟你們講 肌膚有光澤啊 看起來才會有質感 有些人皮膚好皮膚白 但是沒有光澤 肌膚看起來就會很死 這就是為什麼 韓國人這麼追求保養後的光澤感 不是沒有原因的 就是肌膚要有光澤感 看起來才會有生命力 是活的 不是死的那種感覺 其實第一名這個部分啊 我想了很久 我想了一個星期 才決定給它 那我之前呢 本來是想說要給HC的神仙水面膜 那這個部分呢 大家可以去看文章的心得 那為什麼沒有給HC神仙水面膜呢 原因就是因為呢 那一款呢 已經停產了 所以是已經買不到的狀態 那網路上呢 還是有地方是買得到的 但是 就是沒有在生產就對了啦 所以呢 就是把第一名換成這一個 原本它是第二名 然後現在第二名的是第三名 其實我以往 在做年度面膜軍團特輯的時候啊 很常遇到這個狀況 就是停產這個狀況 因為我是用完之後 隔年的年初才發嘛 那 是上一年的產品 所以就會遇到幾個產品 停產的這個問題 這個也沒有辦法 那這次停產的產品呢 好像有 三到五個吧 我的印象之中啦 好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 年度面膜軍團特輯的 前三名影片 那大家看完影片啊 記得去看文章 看完文章 記得來看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如果還可以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也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這樣還可以接收到 發布影片的第一首消息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